民主派说港澳办和中联办是干预立法会事务 违反基本法 建制派说两个办公室是中央负责港澳事务的机构 发声是理所当然 由于我已经接受了提名的话 我就请副主席主持会议 内会员主席李慧琼竞逐连任 因此由原副主席郭荣康主持会议 但半年都未选出主席 而主席提名期早已过了 建制派只是一个候选人 如果李慧琼退选 内会将会由民主派出任主席 建制派议员去信立法会主席梁君彦 希望找到解决方法 其实大主席亦都有这样的职能 他亦都有这样的责任 是让我们的议会正常运作 至于不信任动议 又或者是在议事规则里面提出一个讨论 所有的方案我们都会去考虑 反对派要用双重标准 郭荣康和黄之锋之流多次去美国 要求美国收回香港的特伟关税区 以至到就人权法做一些制裁行动 这些是实际的干预 民主派质疑港澳办和中联办 是为了影响立法会选举 将这个DQ更加写在场上 目的就是恐防我们民主派 今年可能是过到35家 这个目标 现在做的事只不过是一步一步告诉你 他们的剧本是会怎样的 22条清楚说明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 也都包括其他地方的政府 均不得干预特区政府根据基本法 自行管理的事务 昨天的这份声明 我们看到的是代表着中央人民政府的 这两个部门 似乎是他们在说三道四 网家评论 大律师公会也发声明 说两份声明违反一国两制原则 呼吁他们保持克制 无声电视机者 曾经认识报道